李家居博士 各位評審、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開心在兩年之間 由第一屆到第二屆出版節 可以來到這裡和大家分享 這個很特別的日子 剛才家居會長說得很好 出版其實是一個香港可以說是一個固有的學業 亦是代表文化的傳承 亦是香港創意的產業 如果你說書本是作者帶給讀者的一個新生命的話 其實出版就好像我們傳說之中的那種換料 那樣子 那樣子帶給人家 如果你說書本是讀者與後的彩虹 那作者和讀者共同編織的這個七色光影 其實就是出版人最夢寐以求的 和讀者的一個邁後的彩虹 我相信今時今日出版其實確實是不容易 因為是一個很商業的社會 以及科技的進步 過去一段時間裏面 民政事務局也都推廣了一個叫 共享喜悅新時代 喜悅是歡喜閱讀的意思 在全港亦都搞了很多場 就是一些推廣會 譬如有和作家回面 有親自閱讀的講座等等 那我相信這種文化在香港 就是作為一個多元文化 重視溝通的一個社會裏面 其實能夠將書本帶來 這作為是班法最佳出版獎 沒錯 首先班法的是文學及小說類最佳出版獎 得獎作品是自由娛樂 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出版 作者編者是香港文學館 好的